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鱼塘啊 要把它填上 干嘛要填上啊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挖的 卫星拍到了 违规了 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了 这个鱼塘我都挖了几年了 现在才说违建 叫你填你就填 原来是耕地的 种水稻的 你就恢复原来的样貌 把它填回来 重新种上水稻 干嘛一定要种水稻呢 我养鱼不行吗 只要你种你就种 你怎么那么啰嗦呢 你挖个鱼塘在这里 那不是浪费了吗 浪费耕地了吗 哪里浪费啊 我养鱼比种那个 农作物收入更高 我养鱼可以卖鱼 也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又有收入 为什么就不给我养鱼呢 你怎么那么啰嗦呢 专家都说了 叫你填上你就填上 要不然啊 一切后果由你支付 那填也行 那这个鱼塘啊 挖的时候我花了几千块 现在里面啊 又有鱼苗 又用了几千块钱 回填呢 又要几千块钱 这一两万的那个开支 那你是不是 那你赔给我 那你自己想办法啦 我是提醒到位啦 填不填是你的事 反正你承担后果就行了 一定要填是吗 一定要填 不填不行的 那行 专家你过来这里 干嘛呢 哎呀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填 对了 这里是吗 对 那我就要你这个狗屁专家 坚田 就是你们这些狗屁专家 组织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救命啊 可以救你 自己自作自受 哎 救命啊 师傅啊 你赶紧 开定率把那个猪场 烙掉啊 哎呀哎 转转慢了 哎呀 这样不好啊 你看人家这个猪场啊 规模那么大 应该又不少钱建的吧 这样高了的话 人家省出不大吗 我请你来拗 又不是不付工钱啊 赶紧开进去拗掉 哎哎哎哎 哎哎 你们干嘛 不能拗 啊 猪场是你们的 是我们的 今天我拗机都开过来了 必须要把猪场拗掉 为什么要拗掉我们的猪场 你看下你们这个猪场 啊 专家说了 你们这个猪场 属于维建的 占用了耕地 什么就足以维建啊 啊 我前几年没建的时候 这里就是一片荒地 啊 我现在建起来了 你才说 我这个是维建啊 你简直是废话 你建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别人 人家同意没有 有人签字盖章没有 啊 那我们建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说 现在建了好几年 你们才说维建啊 现在那个天上的卫星拍到了 你们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样貌 现在就要把你们的猪场拆掉 然后呢 重新种上 种上农作物 恢复耕地 我跟你说啊 我们建的时候 上面还大力支持我们 还扶持我们 啊 还给补贴啊 现在你叫我 拆就拆啊 我不管那么多 现在专家说了 卫星也拍到了 就这么个情况 啊 你就不要做那些 无谓的反抗了 是啊 你们要是有意见的 你们就像我们的上级投诉就可以了 嗯 我跟你说 我这个猪场建的时候 基建的花了20万 现在里面的猪 价值30万 啊 你让我拆也可以 你把我这个猪场的 笋子 你来布责 你放什么狗屁啊 啊 你自己造成的后果 怎么要我来给钱你啊 啊 肯定是你自己想办法了 你那些猪 你爱放哪里就放哪里去 对不对 啊 你自己想办法 反正啊 过程我们不管 我们只要一个结果 就是把这个猪场 恢复成为啊 耕地 就这么简单 反正 我现在通知你啊 你照着做就行了 我们养猪 也是为了农业受贡献啊 难道 你不吃猪药吗 只吃青菜吗 只吃大米吗 对啊 你要是把这个猪场 拆掉了 那我们都没有经济收用 我们怎么生活呢 哎呀 你们这是强词夺理 啊 自己做错事了 就要承担后果 反正啊 我是通知到位了 啊 拆不拆 是你们的事情 我拗机也可以开找 但是 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就行了 啊 你是什么专家啊 啊 你就是人类发展的八角石啊 哎呀 你说什么话呢 你这个刁民 哎呀 专家 那我想问你 城市里面那些高楼大厦 他们也是种在那些 田里面呢 工地那里 你为什么不叫他们猜 为什么 偏偏要为难我们这些农民呢 哎呀 那些 我管不着那些 反正啊 我负责的 农村农民的 那些城里面的 大老板那些我管不了 你们坐在办公室 有体谅过我们的辛苦吗 为什么偏偏针对我们农民呢 哎呀 不用说了 赶紧配合在工作 我们要开奥基进来了 好吧 配合是不可能的 想办法把那些猪安顿好吧 要么就赶紧卖了吧 一定要拆什么 不拆不行 一定要拆 老公 啊 干嘛 打死你这些狗屁专家 哎 哎 干嘛 哎 不要 你们村这个球场啊 要拆除掉吗 专家 为什么要拆除掉啊 我们村这个球场啊 是我们整个村的人 一共集资了十多万 才把它建起来的 好不容易啊 是不是 再说了 这是我们村的 唯一的体育中心 运动中心 我们村 强身健体的场所啊 干嘛要拆掉啊 专家说了 这是 占用了耕地 让你们恢复原来的面貌 什么占用耕地 我们这个村的球场 足足备备 在生产队的那时候 它就已经是一个球场了 哪里是耕地啊 我爷爷那一代 他们 啊 销完豆骨 都来这里晒豆骨的 一直以来都是球场 怎么说 占用耕地呢 是不是搞错了 专家说了 上面的卫星拍到了 啊 你们占用耕地 现在要拆除它 恢复原来的面貌 整天说卫星拍到 啊 卫星 它既然能拍到 为什么它就拍不到 我们村 以前这个球场的样貌啊 啊 几十年前就是球场 它为什么就拍不到 哦 我想起来了 卫星是最近几年才 飞上天气的吧 啊 那 是不是有点 搞错了 你们是不是可以 解释一下呢 是不是 我们村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一直都是球场的 啊 如果说 它拍的存在误差了 或者说 啊 某些方面存在失误了 误判了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解释清楚啊 返回上去啊 干嘛非得拆 拆掉了 我们十多万的薪水啊 对于我们这一个啊 小村庄来说 也是很巨大的代价的啊 你就不要强子夺理了 不拆也可以 你们拉你过来 回田 送上经济作物 搞绿化 等我们拍完照片啊 应付了上面 你们再恢复原来的球场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啊 你这不是啊 形式主义吗 你 拉你过来 得花钱吧 得要请人了吧 啊 那 到时候填上了 种上农作物了 过了一段时间 你们是不是拍完照了 然后应付完上面了 我们就可以把你缠走了 是不是 那这个 人力物力财力 算谁的 啊 反正都是球场了 已经坚强了 啊 爱到你们什么事了 这是给我们村 带来很多好处的 是不是 平时在这里塞豆腐 锻炼身体 那老大妈跳狂肝舞 那小孩子在这里运动健身 啊 而且一直都是球场 怎么 爱到你们什么事呢 干嘛非得拆 干嘛非得做那些形式工作 无用的工作 啊 拉你来田上 种完东西 到时候应付完了 要把你拉走 啊 这一来一回 都是 啊 多余的动作 形式主义 行了行了 你不要说那么多了 反正专家的话 已经传到你那里了 啊 你们做不做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说我们这个占用工地 哪怕要拆 那你城里面那些开发商 建了多少高楼大厦 在那些凉田上面 是不是 干嘛不让他们去恢复啊 干嘛不把那些高楼大家全部拆掉恢复成良田呢 啊 你们整天怎么就来我们农村盯着我们农村啊 跟我们农民过不去呢 是不是 再说了 你现在粮食价格那么低 哪怕是粮食价格高一点 大把人去种田 大把人去把那个荒地去改变成良田 是不是 干嘛这个建好的球场啊 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了 你们要把它拆掉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才是浪费资源啊 你不要说那么多了 专家说的话 你就按照去说就行了 要不然这个后果 你们承担 专家 是不是非得拆啊 必须要拆 那行 专家 你跟我过来一下 怎么 我问一下你 怎么拆 别打了 大哥 别打了 他是我们精神医院跑出来的病人啊 什么 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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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国庆放假8点假 不是为了你们在家里面偏偏玩游戏的 而是要让你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明白 明白 拒绝游戏 耗耗生性 耗效果果 水果了 来了 要不要买点水果 这是什么 拿钱来 拿什么钱 你是新来的是吗 我今天第一次在这里摆摊 难怪 你都不懂规矩是吗 什么规矩啊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来这里摆摊可以 每天要给我们上交200块的保护费 懂不懂 我不懂 我摆个地摊 我为什么要给你上交200块钱的保护费呢 为什么 我们来保护你的安全 如果你不交 我们就不敢保证 你能不能安全的在这里摆摊做生意 也不敢保证有没有人来 找你的摊子 交了保护费 我们就能保护了 懂不懂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我不就摆个摊吗 还要弄得着什么保护 别人都给了 你敢不给啊 我就不给 你不去打听打听 你敢不给吗 打听什么 我就来告诉你 这里是我家的地盘 这是我老爸多年前打下来的江沙 这条附近 有头有脸的人 都给我老爸几分保护 你一个毛头小孩 你敢不给啊 我不知道你老爸是谁 是谁也得讲道理 更何况 这里是公众场合 是什么你老爸的地盘 你怎么这么牙尖死嘴利的呢 我也不想跟你啰嗦 要么拿钱来 要么马上给我滚蛋 我凭什么滚蛋 你叫我滚我就滚吗 我这里卖了这些水果 都没有200块钱 我摆个地摊 我要给你交200块钱保护费 那我不是还得亏钱啊 我管不了那么多 想来这里摆就得交 要么你去北的地方摆 我就不交我也不找怎么样 交不交 不交 不交是吗 对 不交 不交啊 你这人干嘛呢 交不交 我就问你 你看我的水果 水果 你可惜你吃掉的 你交不交 你这人怎么这么霸道 不讲道理呢 道理啊 还砸了我的汤 我跟你讲现在是你赔钱给我 我跟你说啊 在这附近 没有人敢跟我说假道理 我就是道理 懂不懂 年轻 小妹妹 我不懂 管 我不管 赔钱 还想要我赔钱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啊 我怎么说也是摇头摇脸的人啊 啊 我也不收多你了 五十块吧 啊 五十块 一分的不要想要 啊 哎呀 这小妹子啊 别动手中夹的 哎呦 还挺泼辣的 有点个性 啊 突然间啊 我发现我挺喜欢的 啊 要不这样吧 保护费 你可以不给 啊 以后啊 也不用白餐了 也赚不了几个钱 做我女朋友啊 我每个月啊 给你一万块零花钱 啊 谁稀罕你的臭钱呢 我现在只要我的水果钱 哎呦 现在是给你机会啊 啊 万一 你能把握这个机会 加入豪门 以后啊 就永华富贵了 我带你吃香的 喝辣的 来 给你个机会 谁稀罕你的豪门呢 啊 谁稀罕你的臭钱 你看你人品那么差 谁看得上你 真的是倒霉了八辈子啊 哎呀 你这个人啊 怎么给脸不要脸啊 我看你还这么嚣张吗 还在我动手动脚吗 哎呀 你这个臭婆娘啊 给脸不要脸是吗 啊 还敢打我啊 你现在搞得我很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被人打过 连我爸妈都不敢对我动手 你一个陌生人 你这个臭婆娘敢打我 我今天 我要黑的颜色你看看 在家你爸妈没有教好你 今天我来教一下你怎么做人 忍不到你来教 哎呀 我 炸爆弄掉 哎呀 我跟你讲啊 别人惯着你 我可不会惯着你的 哎呀 让你出来这么嚣张 刚才 霸道满汤不讲理啊 跟我讲理啊 啊 刚才看你是个女孩子啊 我没有下那个很招 啊 看来啊 我不放你大招啊 你都不知道后悔啊 啊 你放马过来啊 先崩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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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收不收我的保护费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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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还收不收保护费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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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我拉我起来行不行 我问你 还收不收保护费 哎呦 你现在把我打伤了 你要送我去医院啊 给我看病 哎呦 要送你去医院吗 还要给你看病啊 哎呀 哎呀 没想到美女你这么厉害啊 要不这样吧 保护费我就不消了啊 啊 你爱怎么摆就怎么摆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就行了 啊 我很丢人啊 啊 活该 那以后还来不来这里收啊 哎呦 不消了不消了 啊 钱 赔不赔 不用啊 我赔我赔你500块好不好 我只要50块 我不要你那么多的钱 是多少我就要多少 我跟你讲啊 以后啊 出门在外 不要那么嚣张霸道 不然总会有人来收拾你啊 是是是 不好意思啊 啊 还给你 没有零钱 啊 你看浪费粮食 捡回去 吃了 哎呀 那个烂了也吃不了了 就 拿去垃圾桶 让了就行了 不行啊 浪费食物 捡起来 哎呦 是是是 老板 听说你养猪 亏了六七十万 怎么会亏那么多呢 你是没养过猪是吧 没有养过猪呢 没有养过猪呢 那我来告诉你 这六七十万 到底是怎么亏掉的 你看我这个养猪场 大不大 再看看里面 我单单这个养猪场 就投资了十五万 才养了第一批猪 还没还没出篮 就倒了 倒闭了 你看这边 啊 这一个小猪篮 就可以放十几条猪了 主要的是这边 你看 看我来 这边的投资更大 你看 啊 这整个猪场 投资了我十五万 啊 包括这个场地 包括这个 啊 墙切起来 啊 还有这个 啊 铁皮棚 还有这些 啊 设备 全部加起来 十五万 啊 全部打水漂了 然后当时我是 猪价最高的时候进场的 那个猪苗 便宜都要五百块钱一头 贵的那些要一千多块钱一头 五百块钱一头的 我们当时抓了有 一百头 这些 就五万块钱了 一千多块钱一头 我就只算一千块钱 要抓了一百头 那 这要十万块了 光光这些猪苗 都已经十五万了 才养了没几天啊 全部遇上了那个猪瘟 全部发猪瘟了 一头都不剩啊 这个还是小数目十五万 当时我们养有六十头 那个大肥猪啊 都将近三百斤了 马上就要出来了 也是一头不上 全部遇上那个猪瘟 六十头 一头的成本啊 猪苗 五百 猪食料 养到三百斤 大概要十包的猪 猪食料 一包猪食料 大概要一百五十块钱 十包就一千五百块 加上猪苗五百块 我们还不算人工呢 单单这些成本 就要算到两千块钱一头 六十头呢 就多少了 二六 啊 两千等于六十 十二万啊 加上刚才的那个猪苗十五万 再这些都已经十二加十五 二十七 再加上这个猪厂十五万啊 二十七加十五 这已经四十二万了 这已经亏掉四十二万了 啊 最主要的 最之前的 还是这边的 啊 当时我们养了三十头的那个母猪 最高价的时候养了啊 啊 不是我们自己繁足的 也是抓回来的 养到都已经马上就要生猪仔了 啊 三十头你看 二十一年 我们那个啊 六月十号 他就要生仔了 当时五月份 这个猪厂就遇上了猪瘟啊 三十头母猪也是一头不上 当时一头母猪的价值大概也差不多一万块钱啊 啊 三十头就三十万 三十万了加上刚才那个四十二万 多少了 七十二万了 血本无归啊 啊 不但我们亏了人工 而且 到时候 后面那个猪 死在猪场里面 送给别人也不会要 也不好意思送给别人 也不能送给别人 只能自己去找个地方 把它埋了 还要请 请一帮人来去埋这些猪 这都开支了我一万多块钱 啊 总共加起来七八十万块钱的损失 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以后啊 再也不养 老板 你亏了那么多 那你是有存款的吗 存什么款啊 当时啊 也是借钱过来的啊 东借一点 西借一点 银行借一点 信用卡借一点 亲戚朋友再借一点 现在啊 也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呢 想去广东打工嘛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利息都不够还 真的是啊 想上吊啊 但是 要不想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老板你还年轻 别泄气 加油 我那边还有两个小的租场啊 要不要带你去看一下 不用了 谁砍我的树啊 我砍 哎呀你光导顺啊 你脑子进水了 砍我的树干嘛 你看这里的树枝 挡在我的车了 把天天从这里过那个树枝刮花我的车了 你技术不行就是不行 啊 你怎么能砍赖我的树呢 你的树枝已经长出来 长到中间了 我们今天必须把它砍掉 你敢动是不是 啊 我就弄得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这个树种了几十年了 又你要砍我的树 除非先把我砍了 快来 喂 喂 喂 干嘛呢你们 哎 村长 来了正好 哎呀你看 那树枝开我的树 你看这 林总这个树枝 啊 树枝已经长到路中间来了 我们天天开车 从这里进进出出 把我的车也刮了 不像样了 玻璃也刮花了 前面那漆也刮花了 啊 村长啊 他是自己技术无关 赖我的树 这是什么 拉死不出 赖的硬 哎呀行了 你们一言少一句 你这个 阿胜啊 再怎么样 你也不要那么冲动啊 动手打起来干什么 都是一个村的人 啊 他让他高大呗 之前跟他说过了 让他修一下这个是不是 硬直不修 行了行了 那个 林总啊 不是我修你啊 村里面真的很多人都已经反应过了 之前也很多人跟你提过 叫你把这个树子修剪一下 免得那个车都过不去 以前我开那个宝马车过去也是 老是刮到我现在都不敢开进来的 啊 再说了你看你那边 门口那边要摆那么多东西 那 当时 要摆在这里 树子要要讲到大马路中间来 你说这个 马路到当当当当是你家的了吗 啊 村长 我听你说话 你不想来圈架的呢 你是来拉偏架的 你都是限制他们的 有多少个人说我是这个树 那个问题 是因为你们呢 开着技术不行 啊 那因为我的树 我的树都种了几十年了 当时你种这个树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醒过你 不要太靠路边种 你非要种那么近 那现在树子长出来了 你要不愿意砍掉 毛蛋出来了吧 哎 树子长出来了 是我的问题吗 他自己长的 我要告诉你啊 这个是我的风水树 发不发散就靠他了 绝对不能砍 树叶树子都不能砍 你这个就是普通的一棵龙眼树 啊 你说的那么 那么那么值钱 啊 现在反正呢 很多车从这里经过 都被刮到了 不方便 还有啊 嘿 刮到 啊 还是你等一下先 啊 上次啊 那个 我大哥结婚 拉那个 踩驾中 啊 用货车拉的 从这里过 新的家具啊 也被刮花了 很多车过过来 也是被刮花了 过不了 就停在村口里面 抬着进来不行了吗 你就把这个树子 往那边 外面修一下 把那个长出来的 砍掉的 不就行了吗 不能修 你这样啊 会引起 整个村人的公愤的哦 哎呦 损坏我个人利益 啊 福利了你们 你就说是我损坏的村庄利益啊 你们不懂 考虑一下我啊 你们不懂把所有车停在村口啊 就因为你这个树啊 损坏了多少村民的利益啊 现在你还说的这么好听 林总啊 你能不能这个 不要脸皮那么厚啊 为了给大家着想一下啊 我为谁着想 我要为我自己着想 那你这样的话 你得罪了整个村的人 大家清楚的不方便啊 对大家整个村民造成的损失 人家以后怎么看待你啊 他妈爱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 关我屁事啊 都是一个村的 以后你有没有事情 要大家帮忙啊 我的事不用你们帮忙 不用 那你儿子啊 要不要结婚 你女儿要不要出家 他要结婚 结婚 要不娶 要不娶你女儿 关你什么事了 那你家会不会有红牌喜事啊 啊 到时候你自己办呢 我自己有办法 不用你都管 那行啊 但以后你自己 那个 百岁之后 你自己爬到新农村啊 谁也不去啊 我看你怎么办 嘿 反正我自己有办法 你不要管我那么多事情 啊 哎呀 你们这个有小车啊 啊 就开这里过 噢 碰到我的树了 要是赖我的树刮花的 你们的车 像我一样不行吗 开了摩托车 啊 又凉爽啊 又又又省油 你的典型的 非你开小车 是不是 仇富啊 眼红啊 眼红兵啊 红眼兵啊 我说的是事实 我告诉你们 反正啊 树绝对不能砍 你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你不砍人家车 挂到车里怎么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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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信不信 就是不能砍 打死我也不想过 啊 讲讲道理啊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你懂啊 他这些是由言不尽 那你 怎么样才能砍啊 你说 怎么样啊 啊 你想砍哪里 哎呀 又掉了一根子啊 你想砍哪里 就是长出来大陆的砍掉 以大陆边界上去 我也不砍你整个整个树 如果可以最好 你把整个树砍掉最好 想你都别想 他想砍我整个树 我告诉你啊 村长 刚才光刀顺恐吓到我了 没有一千块钱啊 这个树子你别想砍 哎呀 还要一千块钱 啊 我车刮坏了 我找谁去赔 你的树 刮到人家那么多车 破坏了那么多东西 你有跟人家道个切吗 哎呀 村长啊 我这树是钉钉在这里 他开车过来刮到我的树 不是我的树移到他那里刮他车 你是整棵树卖了 你都不值一千块 仅的就一两块 你一两百块钱 大不了我赔你两百块 啊 两百啊 你打发叫花子呢 我告诉你村长 给你一点薄面 送你六百 少一分都不行 两百要不要不要不要晚上 我们放到他 你敢 这种人啊 他不讲理 我们不能跟他不讲理 行 六百就六百 我给 哪些啊 今天就当是 我给村里面 拜一点好事 六百 村长不用给钱啊 给什么 今天啊 我就算为村民 拜一点食事 来 你砍了我的树必须给钱 我就不信拿六百块钱 你拿去把自己吃肥了 哎 我跟你们说啊 不能砍过去的吗 只能砍这几只吗 还有你啊 顺的跟着想威胁我 说三更半一砍我树 如果你敢砍我树 我晚上堵死你家 那个几头大母猪 你敢 你这种人怎么这种心理的 哎 我跟你说啊 以后这些 你这样什么东西 往里烧一点啊 不要两边摆东西 人家车怎么过 那你们 不懂煞车自己 往里面挪一点吗 你要遇到那些路路症啊 把你啊 撞飞了到时候 撞飞我叫他赔钱 是要倒霉到上面啊 还有你那些鸡啊 不要放在路上去 吃了痒痒 行吧 我慢把他砍掉 真的是 不能砍过去啊 啊 啊 像他这种人啊 真的是 村里面的老鼠屎 聊天不尽 死就不怕开水烫 啊 哎呀 干嘛又给钱啊 晚上来 放掉他就行啊 哎呀 我们现在两个人啊 自担利保 也消失不了他 啊 但是啊 人在做 天在看 以后肯定会 有人消失他 肯定会遭报应的 我就不信他 不用求人 啊 以后到不了 那个他家里面 有什么红白喜事 我们离开不去 我们两个人不去 我就不去 啊 好 那把他 把他把他 把他 你 把他 你 你 你